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8月8号星期一 那么今天呢,两次三大股子啊 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上周五的一个 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啊 尽管说到收盘的时候 我们看到三大股子之间的这个涨幅啊 不是太大 但是个股方面呢 上涨的这个数量远远 比这个下跌的这个加速要多得多 以上海市场为例 今天的这个上涨的加速达到了1470加 而下跌的只有575加啊 那么说明啊 当前这个这个市场的是非常的健康啊 那么从这个上周五的讲解当中 我告诉大家技术面方面很简单 就是季线上穿了半年线啊 一定要记得啊 这两根大军线一旦出现经差或者死差 那么对后续的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两天呢 很明显啊 这个60天均线上穿了120天的半年线啊 显示股子呢将展开新一轮的这个上涨 而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啊 将铸成大盘所谓的这个半年以来的啊 我跟大家讲过所谓的一个大型的头肩底的右肩啊 右肩的位置 那么这两天呢 骨子刚好在这个位置啊 我认为奇稳后续震荡向上啊 那么大的形态方面 原然是一个头肩底的大形态啊 那么在之前的分享当中一直就跟大家讲解过啊 我说这个地方的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啊 那么后续将成形成大型头肩底 当前的这个热点方面呢 一定要记得啊 就说有一个因素 大家可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就是所谓半年报的预期啊 那么在上周五的讲解当中 我也跟大家 我说半年报预期啊 没必要过于认真 因为到今天为止8月8号了 如果业绩好的话呢 早就披露出来了 如果业绩特别差的话 在7月份基本上就披露完了啊 所以说半年报对于行情的影响不是太大了 完全可以忽略啊 那么眼下就要注重题材 注重事件的一个爆发啊 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事件啊来临 对吧 呃 比如说近期这个大比较大的事件啊 就是呃 关于这个军演的一个事啊 我们看到这个国防军工题材 呃 在今天所有的这个题材指数里边 呃 流入最多的就是国防军工啊 国防军工为什么涨啊 想必这个大家也能猜出一点这个理由来 为什么国防军工啊 呃 出现大涨呢 对吧 连续的一个大涨 从题材指数上看的话 那么近期很显然啊 国防军工是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单边的一个上行通道啊 这个上行通道显然的已经十分的明显啊 十分明显 那你就顺着这个通道啊 看就行了 什么时候把通道下而跌穿 什么时候迈出离场啊 就这么简单啊 题材指数现在走势非常稳健 今天国防军工题材指数站上站上什么呢 就是年线的上方 那么年线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多空分罪令啊 是吧 站上一回年线非常不容易啊 所以说后续我认为说 年线呢 这个地方算是站稳了 那下方呢 国防军工题材呢 我们看同时也看到 季线上传半年线 他是比大盘还要超前三天啊 上传了半年线经查 对吧 然后呢 今天又收复年线 显然呢 这个我们从成交量上看 从谷子的这个 这个指数点位的这个走势来看 是吧 量价齐升 是吧 量价齐升 很显然啊 很显然 这个量价齐升呢 就是当前的一个总的一个趋势啊 出现量价齐升 这是关于啊 国防军工另外一个题材 新能源车 今天呢 持续在这个年线附近整顾啊 直到今天 搜出中阳线 前两天的这个小幅整理 基本上是收复啊 收复之后呢 再度依托年线继续上涨 而且下方我们也看到 之前的这个 呃 经差啊 这半年线 呃 纪线经差 半年线 在地方经差 经差之后 在年线上方持续齐稳 新能源车预计市场呢 后市人将以上行为主 啊 人将以上行为主 那么关于新能源车的机会 现在我认为刚好 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也是个布局的机会 那么再往下看 就是围绕着新能源车 产业链展开的这个 锂电池 也就是说在之前 我跟大家讲到的 这几条主线 现在依旧是市场的宠儿 啊 那么说接下来 我认为这一块啊 仍然啊 继续看好 是吧 锂电池啊 什么新能源车啊 各种各样的燃料电池的 然后什么固态电池 纳离子电池 反电池啊 啊 等等啊 这样一些电池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 储能题材 新能源题材 光伏 是吧 风能等等啊 那么后续还是 走走强为主啊 大科技题材呢 今天呢 从局部来看 好像是有点这个 不太给力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其实呢 就是之前暴涨过 暴涨了 上周五芯片题材里面 将近五十字个股暴涨啊 涨停 对吧 今天呢 短线资金呢 那就可能投机的这个行事 那么今天短线出逃 那之后还是继续上行啊 问题不大啊 问题不大 那么上翻 我认为年限的即刻要收复啊 持续向上 所以全市场的目前的一个氛围啊 越来越好啊 所以股指现在还在低位 还在3300年之下啊 这个阶段呢 大家还是持续 粉底去关注这些题材 那么这是芯片啊 再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别的一些 三代半导体的吧 持续向上 那三代半导体这个题材 你包括淡化钾啊 碳化啊 硅啊 锡化芯啊 等等啊 这样一些三代半导体的材料 对吧 相关的题材 那现在也是一路向上 各股方面 这个不用讲 你看龙头啊 龙头基本上都是一路向上 那这里面我就不去翻阅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 今天所有的这个资金的流续方面啊 这个央企改革之类的啊 这样一些蓝筹股啊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资金也在不断的去流入啊 再一方面大金融板块 低市净率啊 低市净率 因为我每次都要给大家强调啊 低市净率 那我们看看低市净率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题材指数还是阳线啊 一个小阴线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认为基本上就已经就位了啊 前几天那个低点 8月3号的低点已经到位了 后续震荡向上啊 所以说接下来 我说大盘呢 一旦出现金叉之后 后续如果再收复这个上方的这个年限啊 收复年限 我认为是低估值蓝筹的一个加速的时机 最近呢 还是以题材炒作为主啊 大家如果想挣快钱啊 想挣这个短线拨断的钱 那就以当前热点事件啊为主 比如说 我说那几大主线啊 那么一个是军工啊 一个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大科技题材 那么然后就是车和电池对吧 新能源车和锂电池 新能源啊 这这都是什么主线 那么然后呢 这两天呢 传出一个消息说 我们已经研发成功新冠药啊 新冠药以后可以在药店买到 可能马上会进入我们的医保的这个范围啊 三百块钱 据说三百块钱一盒啊 那么今天呢 早盘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个新冠药突然之间啊 开始呢 这个大涨啊 我们看一下新冠药啊 那么早在之前的这个讲解当中 我早就给大家讲 我说一定要注意新冠药这个机会啊 新冠药呢 这次是二次踩底 而且之前的讲解当中 我说就是这根线 这个地方 齐稳对吧 在上周二的时候 一根大阴线杀到这儿 刚好杀到位 最近呢 连续三根阳线 千万不要忽视 这三根阳线的作用 正好处于什么 底部区间 是吧 底部的一个所谓底部三连阳啊 底部三连阳 这个上涨的这个意含 含义非常的大啊 上涨的概率 所以这个地方啊 底部三连阳嘛 对吧 大家看看啊 这个位置 一二三三连阳 那么之后会 已经确立了啊 这个地方是底部 所以当前新冠药正式 逢低关注的非常好的时机 如果从中线角度考虑啊 当前是最佳的一个布局的时机 另外呢 大消费这一块啊 呃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啊 我在上周给大家讲解的一个大消费板块啊 比如说旅游啊 我跟大家提前就讲啊 我说旅游基本上踩到位了 是吧 旅游的这个板块指数 那么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我看今天又是一个阳线啊 两儿竿啊 单针探底 前面一个底是在上周四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低开的一个中阳线啊 同时量能依旧在低量 那么指标方面啊 再给大家看一眼 对吧 现在是严重严重的极度超卖啊 极度超卖 所以这个位置呢 接下来我说又是一个起账的一个位置 所以旅游版画啊 分低关注的时机啊 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就是在当下啊 第一点才关注呢 高点半三腰 一般来说就没啥意思了啊 那个那你可能就有最高风险了 所以眼下正是一个分低关注的时机 那么接下来旅游炒什么啊 就是炒这个旺季啊 旅游旺季的时机 比如说我们十月份啊 这个小长假 是吧 中秋节的小长假 那么这个时候的要要炒这个预期 对吧 所谓中暴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中暴这个已经不是成为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了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